大家好,我是爱分享美食的托马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豆撒小面包 松软香甜,看一遍就能学会 下面我们一起开始吧 盆中倒入中筋面粉350克 酵母3克,白糖20克 打入两颗鸡蛋 用铲子搅拌一下 倒入120毫升牛奶和面 边倒边搅拌,搅拌成面絮 下手揉成团 然后加入盐3克 黄油30克 开始揉面 像搓衣服一样,来回揉搓到 面把黄油全部吸收 撕开能看见很薄的手磨 接着把面揉鱼放到盆里 上面抹少许食用油锁住水分 盖上保鲜膜,发酵至两倍搭 现在我们总备一些豆撒馅 案板上撒些干粉 然后放入豆撒馅 搓成长条 切成20克的剂子 搓圆,放入盘中备用 面已发酵好,全是蜂窝状 放到案板上按压排气 排完里面的气体 将揉好的面搓成长条 分割成中等的剂子 然后把切下的剂子揉约 盖上保鲜膜醒面10分钟 再把形好的面团擀约 包入豆撒馅,把口捏紧 慢慢压扁,再擀成牛蛇状 记得两面翻得擀 光擀一面就会破皮 擀好斜的划上几刀 不要划通了 然后反过来,从底部慢慢崛起 俩头对接捏在一起 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把生坯放入烤盘 上面刷一层蛋黄叶 再撒上白芝麻 烤箱已提前预热好 把烤盘放入烤箱的中层 上下火170度,烤25分钟 烤得上色满意了 及时盖上锡子 直接倒,把烤盘拿出来 这是烤好的豆撒面包 颜色金黄,非常的漂亮 吃一口外皮酥脆 耐力柔软香甜 喜欢的朋友快来试试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吧